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第13届青年电影手册颁奖典礼的现场 我是您的老朋友 主持人学庚在这里问候大家 这场相约太不容易 而这一次的相约我们迎来了主持台上的两位新朋友 雅琪和雨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雅琪 今年的相聚我们由初春三月推演到盛夏 四个月的等待 错练的是我们所有人对电影的热爱与坚守 大家好 我是演员谢雨旺 非常感谢各位这13年以来 对青年电影手册的大力支持不离不弃 这两年啊 我们的电影行业异常的艰难 电影人们依然抱团取暖 互相鼓励 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虽然没能来到现场 但依然给我们送来了祝福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大屏幕 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有什么话说 公祝第十三届青年电影手册颁奖典礼 隆重重启 让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让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为华语电影加油 为华语电影加油 让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第十三届青年电影手册年度盛典 重启大家好 我是演员同量 让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让我们一起为华语电影加油 让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为华语电影加油 让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让我们一起为华语电影加油 我们一起为华语电影加油 为华语电影加油 大家好 我是王小帅 我是演员永梅 我是关景彭 我是演员黄晓明 我是黄博 我是演员刘花仁 我是王宝强 在这里我先为陈金松 和他的青年电影手册送上 获得祝福 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 还能够坚持办举办活动 让人钦佩 大家好 我是演员看心 让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大家好 我是演员谢宇旺 让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年度盛典重启 让我们一起为华语电影加油 让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让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大家好 我是演员郭晓东 祝第十三届青年电影手册盛典重启 大家好 我是齐欣 大家好 我是演员潘月明 我是演员杜江 我是王欧 我是吴岗 大家好 我是演员冯家妹 大家好 我是耿乐 我是演员蔡横 大家好 我是演员冬瑶 大家好 我是李宁刚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宪 大家好 我是演员黄小蕾 我是演员翁楚汉 让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大家好 我是张静春 我是演员刘磊 我是演员黄武 我是演员唐增 我是演员恒靖 我是演员王军赫 我是导演李宇军 我是导演妈妈菜单 第十三届青年电影手册年度顺点初启 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婉毅 让我们为华语电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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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电影加油 愿我们一起为华语电影加油 为华语电影加油 祝第十三届青年电影手册年度顺点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演员海青 让我们一起为华语电影加油 第十三届青年电影手册年度顺点重启 大家好 我是贾桑科 为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华语电影加油 谢谢所有给我们祝福的电影人们 真的非常令人感动 第十三届青年电影手册年度顺点 由青年电影手册河南广播电视台 和南广电环美集团主办 其实每年一度的电影人的相聚 我们青年电影手册的年度盛典 就是在为华语电影加油 而今年我们的年度盛典 依然分为上下两个板块 上半场年度华语十佳 表彰过去一年优秀的华语电影和电影人 下半场金扫帚 迎来继续鞭策和激励中国电影 那期间我们还会有一个特别的发布环节 在盛典中和大家揭晓 好了 首先我们要揭晓的就是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纪录片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导演杨丽娜 青年电影手册主编 程清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杨丽娜 杨丽娜是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 她也是去年青年电影手册的 年度十佳影片 年度编剧和年度女演员的 春潮的导演 谢谢丽娜来支持青年电影手册 她也是很优秀的纪录片导演 她最新拍摄的纪录片 《少女与马》已经制作完成 我们来宣布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纪录片的事 一直游到海水便兰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纪录片 一直游到海水便兰 都不记得就随便在那卖鞋吃 灰了完了 随便那儿就知道了 在后半夜被那个失去亲人的哭声给吵醒 就是一直还在呼吸 但是就是她又不能说谎 这个太简单了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要在这儿游泳 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 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 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 我只能跟着海流走 获奖者片方代表李昂 上台领奖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纪录片 一直游到海水便南 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 这场追西附近的时代记录 以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为期入口 描绘了一幅 交织着时间与记忆 文学以乡愁 生存与死亡的人间图景 影片通过余华 甲平蛙 杨红等作家的口述 极尽可能地让我们得以回望 那个命运多船 背井离乡的过去 并奋力游向海水便南的未来 各位好 然后这次非常感谢青年电影手册 然后感谢各位老师们 感谢程清松老师 然后我今天也是非常荣幸 可以作为代表 然后再来领奖 谢谢大家 好 再次恭喜你 恭喜 谢谢梁 也让我们恭喜一直游到海水便南 恭喜贾张科导演 我们继续颁奖 近年来国产动画片崛起 让大家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现象及佳作 这些影片艺术质量优秀 票房也很惊人 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动画片 有请颁奖嘉宾 河南电视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刚 青年演员李悦 有请二位 大家好 我是王刚 大家好 我是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李悦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能够来颁发今天的这个动画奖项 是的 我也很荣幸能够接受到 程庆松老师的邀请 作为电影圈的新人晚辈 能够来到这次典礼 也跟前辈们一起学习也很荣幸 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奖吧 好 获得电影手册2021年度 年度动画片的是 熊狮少年 恭喜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动画片 熊狮少年 那一声咆哮 他好像在说 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 去做一头熊市吧 我们哪怕生烂泥 也是很重要的 阿隽 真的因为被人欺负 就随着被面放弃 什么时候 熊市要战斗到 只要五年 还能在心中想起 我们就是熊市 我们永远 要做一头熊市啊 上 恭喜电影熊狮少年 有请熊狮少年制片人 程海明先生上台领奖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动画片 熊狮少年 只要心中还有古典响起 我们就是不认输的熊狮 这部逆直热血的 国漫良心之作 以民间传统文化武师为题材 属实难能可贵 三个少年的武师梦想 从男主被木棉花砸中的 那一刻开始悄然苏醒 即便追末工作上当中 充满了嘲讽与坦坷 却终究花辈愤为动力 只为人生中第一次闲鱼翻身 而影片中对牛寿儿童和弱势群体的观照 也同样充满了泪点 恭喜 非常感谢七年电影首册 然后给熊狮少年这个奖 我也很荣幸 代表我们监制张苗总 我们帅黄导演 还有幕后一千多位 心情努力奋战的动画的同事们 然后只要心中古典响起 我们永远都是熊狮 中国电影加油 中国动画加油 谢谢大家 感谢 谢谢 熊狮少年的导演孙海鹏 也发来了一段获奖感言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动画导演孙海鹏 非常高兴熊狮少年获得了 七年电影首册 2021年度动画片奖 感谢所有参与影片制作的朋友们 这部电影的制作充满了挑战 但我们大家彼此信任 密切合作 在两年的时间里面 完成了这部作品 感谢坚持张苗 和我的合伙人陈海明 我永远忘不了 2019年8月8号那个下午 我们三个人一起 做了一个少年期的决定 开始了这段旅程 如果没有二位的支持 这部电影也许 会一直停留在构想阶段 感谢七年电影首册 感谢陈青松和评委们 对熊狮少年的肯定 我们会更加努力 在未来做出更多有意思的动画 献给大家 感谢 好 我们继续来颁奖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 青年电影首册 2021年度商业片 有请颁奖嘉宾 华谊兄弟副董事长 CEO王中磊先生 河南广播电视台 党组副书记 总编辑方启雄先生 上台为我们颁奖 今天很高兴 能够给王中磊老师 一起颁发这个奖项 大家好 很开心 轻松从二月份开始邀请 然后时间一直 因为疫情的原因 拖来拖去 但是今年还是在一个 很有仪式感的地方 颁这个 颁奖手册的奖 特别开心 去年我也有幸 领得了这个奖 是凭广乎导演的800 获得了20年度的这个 优秀的这个商业片 商业奖 然后看看今年我们是 哪部影片 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 年度的奖项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商业片的电影是 你好 李焕英 青年电影手册 二零二一年度商业片 你好 李焕英 1981 怎么会穿越到1981年 沈澄二孤家表妹 多年没见过表姐 咱俩就没见过呀 表妹同志 稍等一下 我亲你妹了 你跟英州的相亲 是你爸安排的 你想自己选 你看 还是没听明白 这次 就是我自己选 你的意思是 你喜欢英呢 先进去 恭喜电影 你好李焕英 有请你好李焕英的 演员代表 补玉上台领奖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商业片 李好李焕英 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 所有母亲的暖心之作 笑蕾交织 贵于真诚 初指导筒的贾玲 确实没有让人失望 她以自己母亲为原型 讲述的这个亲情故事 在创作过程中 填满了非常丰沛的血肉 她让我们相信 我们每个人的母亲 也都曾是 有爱有恨的花季少女 我代表 我们英好李焕英剧主 首先要感谢 青年电影手册 还有感谢各位主办方 能把这个奖 帮给我们 我们大碗娱乐呢 是一家 比较年轻的内容公司 我们一定不负众望 在今后的日子里 创作出 更多更好的 优秀的作品 来回馈给观众 然后最后希望 明年你们这个奖 我们还过来拿 恭喜你 谢谢 你好李焕英的导演 贾玲 因为工作原因 不能来到现场 但是我们一起来 看看她发来的VCR 大家好 我是演员贾玲 很高兴有我指导的 你好李焕英 这部电影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商业片 这个荣誉 感谢青年电影手册的认可 同时也要在这里 感谢你好李焕英 台前幕后的 所有的工作人员 和演职人员 谢谢你们的陪伴和付出 同时也特别感谢 你好李焕英 这部戏的精神股东们 走进电影院 来观看这部电影 谢谢你们的支持 未来我也会继续努力地 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奉献给大家 谢谢大家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呢 是年度的单项荣誉奖了 首先我们要揭晓的是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新演员 有请颁奖嘉宾 演员 严丹臣 刘浩存 浩存 浩存在去年 也是凭借我们的一秒钟 获得了青年电影手册 2020年度的新演员 在这里也要恭喜你 主持人好 各位大家好 大家好 老师们好 主持人好 颜老师好 我是刘浩存 浩存刚才在后台问我一句 说颜老师 您参加这种活动紧张吗 我说还好吧 但是我看得出来 你是不是有点小紧张 对我有点紧张 其实不光是浩存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都会有一点紧张 为什么 因为我们热爱这个舞台 热爱我们的电影 所以我们对它是怀着敬畏之心的 那么 今天得到这个年度新演员的 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也希望你们能有更好的未来 下面我来宣布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新演员的事 看心 未如光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新演员 看心 流浪文英 明明是扇子让人家给退了 看人家没指望了 说要跟我办什么航扇婚礼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混蛋 你给我出去 你为什么不说给我滚啊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这才说了半句心里话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破地儿啊 龚玉山 你明明心里没有我 我干嘛心里遥遥你啊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新演员 未如光 深空 今年度新演员 你配 morale trespass 什么愿意 你 我把脚伸直 你应该能碰到笛 但是我不想 我也不行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新演员 看星 流浪文英 江南宁秀初音唱 啼笑喜怒成倦勇 她初登荧幕 却宛如一枝骤然绽放的莲花 既有着对乐剧舞台的独特理解 又不乏对角色隐蔽内心的滋滋探求 在双女主相爱相杀的戏码中 她更是惊人地展现出 与身俱来的表演天赋 以泪如泉勇的情绪爆发里 惊艳众生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新演员 魏如光 升空 魏如光扮演了一位 身处疫情下的小镇青年 她和滞留在此的青年女子 沿无人街道漫游 闯进废墟寻乐 挑衅着触碰彼此情感与道德的底线 她让这场虚实难辨的双人漫舞 越跳越痴狂 令人期待她未来的表演之路 谢谢青年电影手册 给了我表演路上有意义的第一个奖 新人奖非常的珍贵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鼓励 谢谢我们的导演戴伟导演 然后谢谢青松老师 谢谢大盛导演 谢谢丹姐 谢谢西哥 谢谢沙哥 还有谢谢汪洋 然后也谢谢我们流浪文艺剧组 所有台前的幕后工作 谢谢 第一个个人奖项 其实很紧张 谢谢导演 他改变了我的表演观念 然后女演员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在一块儿 就是很好地相处了又七年 所以我们在一起表演 我没有任何的负担 就非常的有默契 然后我们和制片组 美术组 声音老师 我就就是我们的关系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这是我最愉快的一个剧组 谢谢大家 恭喜二位新演员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颁发的是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新导演 首先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导演郑大胜 良明演员彭靖 良明导演去年也是凭借着 导演处女作《日光之下》 获得了我们青年电影手册的年度新导演 在这里恭喜 大家好 我是郑大胜 大家好 我是演员彭靖 各位下午好 我是导演梁明 每一年我们都特别来参加这个聚会 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电影手册 拣选出来的最新进的新人佳作 我去年也有幸拿到了这个最佳新导演奖 去年我和那个张荣吉导演 还是 对对应该是 我们去年是双黄弹 但是今年我觉得竞争更加激烈 我们三个人要颁发三位新导演奖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新导演的是 魏淑军 野马分宗 永安正故事集 你太行了你是不是故意的 那得说跟哪个导演 通过了 老子也有回头发 孩子也有回头发 啊 浮温衣 老子也有回头发 孩子也有回头发 啊 在永安镇什么都不会发生 用你们这话怎么说呀 在英安镇墓子都不得佛生 咱们片子筹备一个月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前路漫漫咱们融入与共啊 你们要看什么电影呢 就是小镇故事 你这脸挺电影的 说不准年来漏一点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新导演李东梅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拖大一块黑骨 然后他走 你能弄我这点冷人 我还跟我二大妈说 这道鞋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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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我来 我跟他说 大不了耍他 耍他我们今天要看他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新导演 陈冠身空 卧槽 找乐子 不要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听一听 青年电影手册的评委 为你们撰写的评语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新导演 李东梅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如果说生命真的有轮回 那么他就是最为虔诚的 灵魂超度者 他努力追望童年的伤痛 层层剥开记忆的尖壳 用长达124分钟的静静凌视 将自己最私密的生命体验 付诸于影像 吃饭 睡觉 行走 看似周而复始的日常背后 却涌动着巨大的情感力量 暗藏着生而为人的艰辛时刻 这是他发自本能的一次创作 也是他与母亲的最后告别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新导演 陈冠 升空 幽默 新鲜 大胆 和无视艺术边界的自由 很少同时出现在作者的电影中 这部电影精妙且成功地唤起了 对孤独 爱 温柔和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 希望陈冠永远不会失去 这种内在的艺术自由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新导演 魏淑君 野马分宗 永安静故事集 对抗平庸 自由驰骋 正是这份少年新气 让他的电影资产出 非同寻常的魔力 他有意于偶发的灵感 与必然的才情之间 不断打破现实与虚构的疆界 以其充沛的创作能力 深入对电影本体的探讨 并进而激荡出 情感的火花 与生活的涟漪 在一众青年导演中 他的登场 就如白鹤亮翅 厚积薄发 行稳致远 展现出难得一见的成熟度 着实未来可期 谢谢剧委会 给我们颁度的奖 然后我也想说 感谢我们的剧组 然后谢谢 每一部电影的投资方 然后也感谢我们的家人 会继续努力好好拍电影 谢谢大家 谢谢导演 首先我特别感慨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心照不宣的 心照不宣的一个情况下面 就是青年电影手册 以及创办人陈青松老师 坚持了这13年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很感慨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 每次当我觉得拍电影很难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就是现在坐在下面的你们的 就是我们是能够相互理解的 我希望在以后的创作里面 继续真挚地用电影的方式去讲一些 不得不讲的故事 谢谢 谢谢青年电影手册 然后谢谢 深空剧组的每一个小伙伴 我以前都从来没有谢过他们 然后希望我们能够 能够勉励前行吧 然后最后有个小私心 就想让他高兴一下 也谢谢我的妈妈 再次恭喜三位 接下来颁发的是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男配角 有请颁奖嘉宾 著名演员依春德 青年演员卢欣 有请二位 观众朋友们好 主持人好 卢欣同学你好 各位嘉宾好 依老师好 主持人好 刚才我和卢欣在台下的时候 聊起了坏猴子的一部电影 叫热带故事 据说这部电影是入围了甘纳电影节 然后我也期待着有一天 你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然后领取男主角奖 谢谢叶老师 我也好好努力 向这个男配角进军 好 那我们期待 期待有一天 你能获奖 下面我们公布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 获得男配角奖的是 康春雷 获奖作品是永安镇故事集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男配角 康春雷 永安镇故事集 这些剧本写得挺好 但我觉得还有上空空间 空间就是洗 咱们得跟空间对话 生活的涟漪 你要赶出来 就只能走人了 恭喜康春雷 有请上台接受荣誉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男配角 康春雷 永安镇故事集 我们常说 编剧是一部电影的灵魂 然而 再优秀的编剧 也终究难逃现实 不仅 晚复才华无处施展 还往往被资本 略得体无完肤 在这座现实 照进电影的小镇里 他便是这样一位 憋屈而颓唐的 理想主义者 你是真正相信 电影能照进现实的人 心里戏外的编剧身份 使他的表演 有限出难得的多异性 宛如打破第四面墙 让人分不清 他究竟是身处戏中 还是置身戏外 大家下午好 就是 我特别怕上来 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所以 我也准备了一篇小作文 而且我带上来了 所以我 牺牲大家一点点时间 就是很想跟大家去交流 从初中毕业之后 我再也没有得到过 类似于 奖状 奖章 这类让人得意的鼓励 感谢青年电影手册 各位评委对我的肯定 我很开心 这个奖章会让我 得意很久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 我最近总是想起 07年夏天 我第一次做群众演员的经历 那时候 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 蹲活 被群头拉到了摄影棚 对 导演让我先扮演八路军 站在山坡上打鬼子 吃过午饭 导演又让我扮演日本兵 被山坡上的八路军 狙击 在当时 我有一种混乱的感觉 有一种 我杀了我自己的荒谬感 也对电影是假的 这件事感到失望 尽管在理性上 我早就知道 电影是假的了 因为那时候我18岁了 漫长的15年之后 那次的群演经历 对我来说 几乎形成了一种隐喻 15年后的今天 我能够明白 如果你是一名演员 那本身就意味着 你既是身患疾病的病人 同时也是解决病痛的医生 你是男人也是女人 你是闲散的小镇青年 也是城市中劳碌的白领 你向左转身的时候 有机会向右回望 你有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 也有机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也许演员就是这样一种职业 他们被要求走进 另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甚至是走到他反面的内心深处 而我从来都相信 这正是滋生理解 同情和有爱的土壤 这是作为演员的幸福 也是他的使命 所以我要感谢卫书军导演 在我对自己 还不具备信心的时候 他能够相信我 感谢我们的制片公司 共产大门影业 以及永安镇故事集 剧组的全体工作人员 是他们让我有机会 从事这份了不起的职业 最后我想说 如果我们还愿意相信 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 是一种实质性的生活 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电影从来都不是假的 承认一种电影 不仅仅意味着承认一种现实 也意味着承认我们的精神活动 自由其价值 希望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和观众 能够继续相信电影 然后谢谢大家 然后祝愿大家身心健康 谢谢 恭喜您 好 我们继续颁奖 再次恭喜康春蕾 年度男配角 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女配角 有请颁奖嘉宾 著名演员萨日娜 马林 欢迎二位 你们好 大家好 我是马林 大家好 我是萨娜 今天站在这儿其实蛮激动的 我不像马林 因为马林在很小的时候 她的第一部影片 摇滚青年我就看过 我非常崇拜她 因为我拍电影拍的比较少 总共拍过四部电影 所以我今天站到这儿 其实我非常非常感谢 青松能把我叫来 第一次参加这个青年电影手册 不要调整个人 不要调整 娜娜呢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俩 三十年的 有三十年 有三十年的友谊了 还是要说回来青年电影手册 青年 这个名字呢 对我呢 特别有缘分 我演的第一部电影 就叫摇滚青年 没错 就是青年这两个字读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内心都会有那种 不一样的震荡 有那种活力 其实青年和电影 真的是一对联系 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 我们这个行当 是年轻人构成的 然后年轻人不断地充满活力 他们所有的 对于生命的那种解读 都在电影里面 我今天刚刚看到前面得奖的这些孩子 真的都非常非常年轻 特别特别地恭祝他们 真的感谢青松 能给我一个站在这儿 致敬青春和致敬电影人的机会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最佳女配角的是 黄小磊 人潮汹涌 怡洪杰 爱情神话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女配角 黄小磊 人潮汹涌 任阳国 是我们对外地朋友 最大的尊重 来 我请你一命 感谢你体贴心道 为命出海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女配角 霓虹杰 爱情神话 有个人就在家里面完美 对吧 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 想去什么就去什么 无忧无虑 无钱无关 根本我打出来去 去去找一个男人了 去好吗 只不一看 都要用我这位 不如呀 不 哥老远 啊 怎么想你啊 没有呀 一个女人 个别这么想你 怎么回事呢 根本你毕举了呀 跟我好别呀 那 一个女人 个别这么 我当他国一般的女人 只保证了 恭喜黄晓磊 恭喜霓虹杰 也有请我们获奖者的带领人 李绝 严可嘉欣 上台领奖 有请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女配角 黄晓磊 人潮汹涌 撒爽的暖发 紫色的口红 她乍一出场 便以酷寒的形象 惊艳荧幕 她是重庆火锅店的大姐大 因遭遇背叛而买穷杀人 那句 甜甜子多美的好下仓 则流露出 情商背后的 隆涅悲剧性 如此稀缺的女性狠角 在演员黄晓磊的 金主人演艺下 全然摆脱了 反派脸谱化的传统苛旧 让我们更加独信 人性的复杂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女配角 霓虹杰爱情神话 她是分群万种的 上海小野猫 她是特立独行的人间大清醒 在三个女人一台戏的 社交修罗场上 她高调宣称 一个女人 这辈子没为自己活过 是不完整的 此番霸气金剧 简直 我要telling哦 这样的新时代独立女性 无疑也是国产电影中 凤毛麟角的存在 而恐怕再也没有谁 比霓虹杰更适合 Gloria这个角色 她足以让我们恍然大悟 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去判定别人的人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大家下午好 各位见着者 说一声感谢 小蕾老师给我们录了一段VCR 一块儿我们一起看一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演员黄小蕾 非常荣幸 这次能够通过 人潮汹涌这部电影 灰解这个角色 获得了2021年度 青年电影手册的最佳女配 这个角色我真的是很喜欢 很有感触 因为灰解看起来很强势 但其实她也是一个 从小经历了很多 被骗了很多次的一个 很悲情的女性角色 非常感谢杨小智导演能够选择我 给我这么一次很有挑战性的机会 去尝试灰解的一生 同时也非常感谢陈青松老师 给我这样的一个殊荣 给我很多的支持 2021年青年电影手册 能够获得最佳女配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我也希望在以后的电影之路上 能够继续保持好的状态 专注的认真的演好我的每一个角色 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 我们一起加油吧 各位校长 我是霓虹杰老师的经纪人 颜可嘉欣 其实非常开心今天拿到这个奖 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导演 邵逸辉 然后我们的监制 徐征老师 还有我们的制片人 陈丽智老师 还有叶婷也坐在下面 电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事情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剧组的每一位主创 也是大家一起共同编织的梦 也非常感谢所有 依然非常坚持创作好内容的电影人 怀宇电宇加油 加油 再次恭喜黄霄蕾 倪宏杰 是的 宏杰今天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 他的获奖感言 让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想说的 大家好 我是演员霓虹杰 很高兴因为电影爱情神话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年度女配角奖 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 也感谢电影的全体演职人员 感谢徐征老师 感谢麦特的陈丽智陈总 还有我们的导演邵逸辉 感谢你们能够让我一起参与了这部电影 一起合作了这样一部精彩的全户雨的电影 我和少岛其实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在创作过程中 它真的让我受到了很多新的启发 总之不管几岁 爱情万岁 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 愿我们的一路向前的勇气 自己决定自己的精彩 感谢青年电影手册的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用新演绎更多的角色 创作更多的作品 分享给大家 谢谢你们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男演员 究竟谁将获得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影帝的荣誉呢 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著名演员刘薇薇 青年电影手册主编程清松为我们来揭晓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刘薇薇 刘薇薇是我的学姐 她主演的左右 曾经为过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 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我们其实今天要颁发的男演员中的 有一位演员是我很喜欢的 我们一会儿会揭晓 但是薇薇对表演和这个事业的坚持有自己的理解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才陈老师说今天获奖的两位男演员当中有一位他特别喜欢的男演员 那这位男演员呢其实我也迟到很久了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跟他合作过 包括我们刚刚得过奖的一些演员 我想说的是 其实做演员除了天赋 除了努力 除了机遇 更重要的是坚持 那么我们今天要 待会儿要获奖的这位男演员 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如果各位演员朋友 你真的热爱这个职业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坚持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男演员的事 杨浩宇宇宙探索编辑部 还有一位张震集魂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男演员 张震 鸡魂 爸爸当监察官的时候 很帅气 找了很多的坏人 但是这一次 爸爸要认输了 因为比起抓坏人 爸爸很想保护身边的你们 集团都快过了 你还不快点就忙啊你 活着 没有 我此生 恭喜杨浩宇和张震 有请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导演 孔大山 带年度男演员杨浩宇领奖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男演员 张震 鸡魂 他是沉默寡言的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小四 他是随遇而安 善于听别人说话的春光乍蟹台客 他是举止豪迈勇于追爱的卧虎藏龙罗小虎 张震演过的经典电影精彩角色不胜美举 从少年演到中年 对于角色情绪的火候拿捏 对于人物口条的准确掌控 这回终于在鸡魂里水到渠成 锐戏销售行销古地是表象 难能可贵的是 他凭空创造出一个前所未见 为妻子及腹中胎儿 无怨无悔牺牲的硬汉角色 几场情感激烈的关键戏码表现 令人动容 青年电影手册2021联渡男演员 杨浩宇宇宙探索编辑部 深陷现实的尼闹 却不忘抬头仰望星空 这样的主角 究竟是落魄的偏执狂 还是浪漫的追寻者 或许他更是现实版的西西福斯 是即便一败涂地 也依然心存信仰的梦想家 在这场探索未知宇宙的漫漫旅途中 他的苦苦追寻 是如此荒诞可笑 又让人暗自悲叹 但正是这样的失败者 却最终牵引着我们 穿越乡野传说 直面时代洪荒 在所有人都对现实 未来何去何从 不知所措的当下 捕捉到一个亘古的奇迹 对 大家好 那个很遗憾 然后有老师他在剧组拍戏 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然后他就委托我来帮他拿这个奖 然后很谢谢青年电影手册 给他这个荣誉 对 谢谢 好的 浩宇老师的确在剧组啊 没有能抽出声来到现场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 他在剧组拍的 Visa给我们发表的获奖感言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杨浩宇 因为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 获得了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男演员 很荣幸 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不能去现场 也感到非常抱歉 和十分遗憾 在这里 请允许我 先感谢我们的制片人 龚戈尔先生 感谢我们的监制 郭帆先生 特别感谢我们的导演 龚打山导演 因为我在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里面 演的是一位寻找生命真相的 即使跌倒了 也要努力抬头仰望天空的主编 唐志军 但是您现在所看到的唐志军 是我们的龚打山导演 一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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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一秒一秒钟 要锁出来的 所以请允许我在这儿 和他一起分享这份荣誉 谢谢 同时最后也想感谢青年电影手册 以及谢谢所有喜欢我们电影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朋友们 最后感谢程金松先生 谢谢 谢谢大家 浩宇会继续加油 谢谢 再次恭喜杨浩宇 青年电影手册 看到了他无戏可击的表演 我们把掌声送给默默努力的演员们 感谢 接下来揭晓的是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女演员 那今年的影后桂冠会花落谁家呢 好 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著名演员陶红 著名导演郑克宏 大家下午好 我是陶红 大家好 我是郑克宏 感觉很久没有走进剧场了 特别开心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 青年电影手册的这个颁奖季 导演好 好久没见 是 这个非常高兴 参加我们青年电影手册的 2021年的年度盛典 很高兴和我的 喜欢的优秀的 陶红小姐再度合作 陶红是我合作过的演员 我们一起拍过的电视剧 在央映播出 那个时候 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跟现在一样 谢谢导演 现在呢 我想就是要感谢的 就是我们秦松 秦松啊 这个这么多年 默默无闻的 心情耕耘为法语电影 法语电影呢 不宜于利地 贡献自己的一切 我呢 对他的这种精神非常感动 我跟他有过深度的合作 我的电影 《陈伯德远山》 和《丛林无边》 它是编剧 非常优秀的编剧 这两部电影 都在国际上拿过一些奖项 国内都拿了很多奖项 我一直期待 跟他呢 和他再度合作 但是 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为 法语电影的发展 这个大事业上 非常感动 好 那我们开奖啊 导演 好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 年度 影后的 是 吴燕淑 又见奈良 汪洋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 女演员 吴燕淑 又见奈良 我们在找一个叫陈丽华的残留孤儿 这位是他的养母 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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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女演员 吴燕淑 又见奈良 青山一道 同云雨 明月何层 是两乡 在这场 整整跨越 60年的 异国寻亲之旅中 他决然不是一位 历史的游客 而是串联起 伤痛过往 与寻体记忆的 苦难追寻者 年于八十高龄的他 以极尽温暖的方式 牵引出历史深处的 遥远回响 让我们体悟到 命运的羁绊 与人生的旷位 他的表演 足以让人相信 有时候 相顾无言的瞬间 更能焕发出 无声 胜 有声的力量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女演员 汪洋 柳浪文英 舞台上 她是神型俱佳 唱腔婉转的 岳俊吕 岳俊吕小生 以韵味十足的 手 眼身 法布 经验四座 舞台下 她是至情至性 感爱感恨的垂条 徘徊于异性之音 和手足姐妹之间 正是这样的 高难度角色 让我们从汪洋身上 惊喜地看到一位 演员的柔韧度 和可塑性 其读书一致的 中性表演 为这场发生于 西湖畔的三角链 聊会出 超凡脱俗的气质 先请问一下汪洋 有没有想到 今天会拿到这样一个奖 没有 我是第一次来到 青年电影手册 谢谢陈青松老师的邀请 因为我当时也是在拍戏 然后差一点赶不过来 我现在腿有点抖 很激动 对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第一次来就能拿到这个殊荣 我要感谢流浪文英 先感谢一下监制 郑大胜导演 陈青松老师 然后我要特别感谢一下 导演戴伟 因为不是导演当时对我的坚持 我是得不到取调这个角色的 然后也要感谢我们的 摄影指导杀歌 艺术指导 西哥 还有表演指导单姐 还有坐在下面的我的助音台 凯欣 谢谢每一位工作人员 然后这是我大学毕业到现在拿的第一个奖 中途也有过迷茫 失落 放弃 但是我最后告诉我自己的是 苦尽总会甘来 谢谢大家 也要谢谢你自己的坚持 大家下午好 首先恭喜另一位获奖者 然后我也是非常的荣幸 能从两位前辈的手里 拿过这个帮给我另外一个前辈的奖项 我那个自己要多多加油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就看一看吴彦书老师给我们发来的获奖感言 大家好 我是演员吴彦书 很高兴 因为又见那两剧部影片 我获得了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女演员奖 特别感谢青年电影手册多年来对我的肯定和鼓励 能够参演这样一部温暖的电影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导演编剧彭飞先生 谢谢他给了我扮演陈惠敏奶奶的这个机会 要感谢我们的制片方 感谢青年电影手册 感谢陈惊苏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揭晓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编剧 来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导演编剧董润年演员编剧刘磊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刘磊 大家好 我是董润年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青年电影手册的年度盛典 青年电影手册一直是我心目中的电影圣经 董老师好 刘老师好 我听说我听说您现在也是在进行剧本创作 对对对我现在也写剧本 其实我之前纯作演员的时候我特别羡慕编剧 因为我觉得编剧有特别大的自由创作的空间 但是我自己做编剧以后我觉得编剧是一个挺悲催的职业 因为谁都可以给剧本提意见 当然可能是我这种不太成熟的编剧 可能对董老师这样的非常著名的编剧可能不太一样 没有可能顶多是语气能稍微的缓和一点 但我看在座的其实有很多编剧也都很多我熟悉的编剧 我看现在编剧们也都在纷纷的跨行 你看像刚才康春雷已经得了这个表演奖了 然后还有很多编剧现在也都跨行成为导演了 我觉得剧本是一剧之本 我觉得如果每一个编剧都能更多的更全面的熟悉 我们这个整个电影行业里边的各个方面 我觉得对整个中国电影创作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是的 所以我觉得编剧太不容易了 咱们来揭晓这个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编剧奖的是 邵逸辉 爱情神话 孔大山 王一通 宇宙探索编辑部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 渡边剧《邵逸辉 爱情神话》 老婆帮我等到三十米了 总得把你扯了 这一分开好哟 你都跟我抢手术了 这么爱他 我最后会去跟人家抢了抢了 抢了抢了抢了 我已经最好想陪 有钱有闲 老公失踪 女人的问题 就是想了他都不 女人 因为一个女人之后 就要帮你等我一等了 飞呀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编剧 孔大山 王一通 宇宙探索编辑部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编剧 邵逸辉 爱情神话 将迷隐情怀与故事内核有机接洽 让不同的观影人群 进入到不同深度的叙事空间 作为一部自编自导的长篇处女作 能够拥有这样的视野属实难得 影片以爱情神话之名 向电影大师费林尼致意 同时又借角色之口 向远在罗马的银石女神 索菲亚罗兰投以永恒的凝望 剧作上既准确扎实又不乏灵气 兼顾了普通观众以资深引誉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编剧 孔大山 王一通 宇宙探索编辑部 探索宇宙的道路上 我们总是期待着奇迹 而这部电影恰恰就是在 呼唤一个奇迹的诞生 国产科幻片两有不齐的当下 两位编剧的超场发挥 让我们惊喜地看到 一条崭新的路径 作为伪记录科幻喜剧 影片中贡献了太多 贴地飞行的高级笑点 装逼失败的宇航服开场 致敬经典的外星人腿骨 接受外太空信号的锅盖头造型 以及霸气女主的连环式吐槽等等 最难得的是 影片还能在科幻类型片的框架下 以亲情为落点 牵引出耐人回味的生命哲思 恭喜啊 特别感谢青年电影手册 给我这个荣誉 也感谢各位评委老师 当然也更感谢我们电影的出品人 出品公司麦特和陈立志 还有我们监制徐峥老师 还有我的制片人叶婷 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而且我们片子其实也很幸运 就是不早不晚在那个时间上映 因为再晚再早都不太好 其实呢创作是一件 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 但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干什么 都是充满随机和波动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把创作 创作和虚构作为一项 终生的事业来说 已经是非常幸福和快乐的了 所以希望中国电影也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前一电影手册 谢谢陈立志 然后我上学的时候 就一直被各种老师诟病 就不太会写剧本 然后这第一次写场面剧本 发现还是得需要找到一个 好搭档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的搭档 著名这个男演员 王一通来发表 首先非常的感谢主办方 然后今天能拿到这个奖的话 其实内心还有一点失落 其实我刚刚特别想拿 那个年度新人演员 和那个最佳男配角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在写剧本的过程中 我会觉得非常的困难 那种困难甚至会让我产生一种倦怠感 因为我跟导演合作的时候 他我有一个比喻 就特别像在往黑暗里面投篮球的感觉 就是他是在黑暗之中的一个篮框 然后他可能还是移动的篮框 就是我不停地投 不停地投 然后导致手很酸 但是好在导演 他就是独具会演吧 让我出演了他这个电影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把我内心的另一面给发掘了出来 我发现表演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一直觉得 在这个过程中 我没有得到任何的评价 我的演员 其实我表演没有得到任何的评价 我内心是非常不安的 但是好在 有两位德高望重的这个前辈 递来了两把尺子 让我心里面有了一点 有了一点衡量的尺度 第一把尺子是 我们的监制王洪卫老师给我的 他说一通你演得真好 然后第二把尺子 是我们的男主角杨浩宇老师递给我的 他说一通你演得比我还好 谢谢大家 青年电影手册年度盛典 延期四个月后 能够在今天举行 可以说就是一个奇迹 在这里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协伴方 河南都市频道 河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红世纪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实验助邦文化 领先创造 印象庄园工作室的大力配合 感谢各位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奖 我们继续揭晓的是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导演 有请颁奖嘉宾 著名导演 李上红 李玉 大家好 大家好 确实是青年电影手册的老婆 对 今天抱着大力 有请颁奖嘉宾 非常感谢 对 感谢各位的 其实上红导演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然后上红导演不单是我们导演协会的领头人 然后操碎了导演们的心 还是就是大家应该知道他是轻松计划的棋手 然后也是发起人 现在又操碎了青年导演的心 是不是 对 这个也非常巧合 因为前段时间 我们青葱也做了青葱的影展 然后也评出来了今年的五强 所以跟这个青年电影手册 其实大家干的是异曲同工的一件事 就是发掘和鼓励青年导演 多拍好电影 能够加入人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年度导演的是 又 这个还去年 我还真给他们也颁过奖 孔大山 宇宙探索编辑部 还有李俊硕 浊水漂流 恭喜 青年自已手册 2021年度导演 孔大山 宇宙探索编辑部 千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导演 李俊硕 浊水漂流 浊水漂流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今晚全部都要清晨厂索了 这个是家当 青山 对面这么多地盘 垃圾你不去清 他人做事不想你救 资料无礼 无宿无罪 我们这里 我都冒过牢 资料无礼 资料无礼 师哥赢过一次官司没有 那你在街上睡了多久 要求政府道歉那些 他们是没有兴趣的 他们只想问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吃白粉 今天电影手册2021年度 导演 孔大山 宇宙探索编辑部 2015年 他以一部伪记录短片 法制未来时 成功出圈 时隔6年 他依然没有放弃 对伪记录题材的探索 以长篇处女作 宇宙探索编辑部 惊艳华语影谈 科幻的底色是对梦想的坚守 荒诞的背后是对人性的深思 这个时代 太需要这样的年轻导演 他让我们看到 华语电影 在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谢谢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导演 李俊硕 浊水漂流 如果说处理作 翠丝 犹如李俊硕 攻读性别研究的影像成果 那么浊水漂流 不仅回归他的新闻专业养成 更像是重返 他的人生起点 起因他发现 从小长大的通舟街 完全变雷样 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 于是他把大学时代 采访过的事件改编成编剧 藉由不同背景 不同个性的游民 去打造一幅社会群像图 电影拍得相当克制 不仅没有试图运用各种戏剧元素 去操弄观众情绪 而且还派出了超越事件本身的格局 现在很感谢 能用到就是我第一次拍电影能收到这么多的鼓励 然后 对 说了也惭悔 这个片子其实还在后期最后的冲刺中 然后我也尽力把这个片子打磨得最完美 然后希望能让大家尽快跟他相见吧 谢谢 恭喜你 谢谢孔大山导演 那浊水漂流的导演李俊硕呢 也发来了获奖感言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大家好 我是李俊硕 最佳导演这个名字 真的太高了 我不敢当 谢谢大会 谢谢评委 谢谢每一个看过浊水漂流的人 谢谢每一个看过浊水漂流的人 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 你们看完以后有感受的人 写出来的人 因为你们的评语啊 你们的感受就是让这个电影 继续由自己的生命生存下去的一个原因 所以感谢每一个看我的作品 用心感受的人 我会继续努力 希望在未来拍更多好的电影给大家看 谢谢 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诺言 青年电影手册联合盛世肯特 打造了爱情电影圣经 首款数字藏品 爱情的模样 将在今年的七夕8月4号上线 今天呢我们将会为所有的颁奖嘉宾和获奖者 提前送上这样一份珍贵的礼物 一起开启数字爱情之旅 解读爱情不同的模样 同时我们也要谢谢傅小姐在成都 为我们所有获奖者和颁奖嘉宾送上的伴手礼 请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青年电影手册 联度单项奖顾不完过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 华语十佳影片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制片人王小波 演员夏志远 各位老师下午好 非常荣幸 我的好朋友陈青松先生 邀请我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盛典 也非常荣幸可以来颁发这样的一个奖项 在座的各位大家好 我是青年演员夏志远 然后很感谢陈青松老师 能够让我过来颁奖 在这学习 跟所有的电影人一起共度这个美好的时光 谢谢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 华语十佳影片 浊水漂流 她面的红杂起源了 她要赶我们走的了 现在政府很想好事跟你谈 你还想怎样 政府做错事就要道歉了 她道歉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 你一开始为什么要我们去法庭 是不是为了钱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华语十佳影片 手卷烟 你转转啊 我都没收到你的钱 那来扣回你的勇 那我们怎么办 不是我们 是你 你转转啊 你转转一 你转转三 转转二 好 谢谢我们两位班长嘉宾啊 那由于我们的获奖者 没有来现场领奖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评委 对他们的评语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 华语十佳影片 手卷烟 陈建朗初次指导手卷烟 距离破人 久违的浓烈阳刚味 云集了影帝级的演员 在有限条件下 爆发出香港电影的无限可能 手卷烟没有以社会议题先行 虽然都是跟低下阶层挂钩 却是以退役华籍英兵 和南亚裔古惑仔为主角 以黑帮故事来反映 香港社会的众生相 反映九七回归后的 香港人的身份危机 巧妙地平衡了商业性 与艺术性 是一部充满了惊喜的港产品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华语十佳影片 浊水漂流 浊水漂流 这部改编真实事件的社会剧 透过出身中产家庭的 年轻社工之眼 一名外来者 来看这群游民的 所欲所想 所怨所望 这部电影最令人嘉许之处 在于没有强硬地 将这群游民 导向一个用爱救赎的苛救 没有巨细米遗地解释 每个角色的每个决定 也没有预设立场 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 做出批判 片尾那把毁灭之火 让电影跨越写实的框架 让故事结束在 魔幻又失忆的那一刻 这是一则 别有深意的香港预言 我们两位香港导演 也发来了获奖感言 我们一起来看VCR 大家好 我是陈建能 我是手卷念的导演 首先 谢谢青年电影手册 就是选手卷念这部电影 为十家影片之一 谢谢 请轻松 还有就是 选手卷念这一部电影 在香港已经上映了 但是在内地还没有 所以很高兴 这一部电影 可以在内地跟观众见面 还有就是有电影的朋友 可以看到这一部电影 所以就是 希望之后会有更多的作品 可以跟大家去交流 去分享 大家好 我是李俊说 不好意思 因为香港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就可以自己在家 做这个得掌的影片 谢谢青年手册 给我这个讲 十大华语片 就是 有机会 能跟其他的华语片 并列 十大 只是非常的荣幸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都没有很多的机会 跟香港以外的朋友 交流交流 把这个作品分享出去 可是呢 希望将来 未来有这个机会 就是有多一点的合作 跟大陆的影迷朋友们 有多一点的交流 跟电影朋友们 有多一点的合作的机会 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 实体的面对面的 可以看到大家 让我们恭喜 我们再次恭喜 首选音和主水漂流 也谢谢两位 接下来我们继续揭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 华语十家影片 有请颁奖嘉宾 青年演员 彭静 出品人 曹静一 最近的电影人们 最近的嘉宾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 能参加本次的活动 然后也感谢青年电影手册 我是出品人曹静一 大家好 尤其是台下的各位导演 你们好 我是演员彭静 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 青年电影手册 很荣幸就可以 两次地站在台上 为各位颁奖 我也想狠狠地 蹭一下这个喜气 争取下一次来的时候 是为自己领奖 那我们现在要颁奖的是 2021年度华语十家影片 美国女孩 库库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华语十家影片 美国女孩 没有任何一旦 都不合适 它不会合适 去拿另一个 全家本来就是应该在一起的 那你当初干嘛带我们去美国 是妈妈要死吗 你不会现在不要讨论这件事情 我害怕 我又没有要回来 妈妈可以想 出品了 你知道妈妈爱你对吗 小哥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华语十家影片 瀑布 我可能没有念过什么书 我搞不清楚说 为什么好好一个家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你们之前有大英家做什么工程是不是 如果你告诉别人 我不会原谅你 我真的没有 他在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 妈妈 妈妈 偶尔飘了一阵雨 点点 我妈妈还会好吗 好的 也谢谢我们两位颁奖嘉宾 那由于我们的得奖者 没能来现场领奖 我们呢 一起来听听评委 对他们的评语 我们两位颁奖嘉宾 可以台下管理 感谢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华语十三的影片 瀑布 钟孟宏无意拍一部疫情电影 也没有因为选择女性作为主角 就要拍女性电影 这是一部关于爱与解脱 自我局限和寻找出口的暖心之作 那些冷笑话 及不像人会讲出来的造作台词 种种精致调度 其带有符号寓意的影像 算计精准的机缘和巧合 错不及防的失落与获得 在瀑布中一向都没有缺席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华语十佳影片 美国女孩 导演阮凤仪 把自己的切身经验 真诚恳切地幻化为情节 把叙事焦点放在自身投射的 姐姐角色上面 将母女冲突作为叙事主轴 再以爸爸及妹妹的观点来辅助 让这部自传性作品 在极度贴近之余 偶尔也推到旁观 保持距离 在主观沉溺和客观冷静之间 取得巧妙平衡 节奏沉稳 情感节制 但深情款款 让观众在其中 看见自己 找到自己 我们步步的监制 屈有您 美国女孩的导演 阮凤仪 也发来了获奖感言 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们怎么说 大家好 我是美国女孩的编剧和导演 阮凤仪 谢谢青年电影手册 选了美国女孩 作为2021年度的 华语十佳影片 美国女孩是关于 不完美的家人之间 如何找到疗愈彼此的力量 希望在疫情时代 能够给各位观众 带来一些温暖和希望 大家好 我是电影瀑布的监制 屈有领导演 非常开心 这一次瀑布能够入选 青年电影手册的石墙 然后这部电影讲的 其实是有关于 思觉失调症的一个患者 然后我们大家 怎么样用同理心去对待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了一个平视的角度 去看待这些 某个程度在这个社会上 比较弱势的人 那其实最终谈的是一份爱 谢谢大家喜欢这个电影 也谢谢评委 中梦宏导演呢 因为现在正在闭关 创作他的新剧本 所以由我来代表 谢谢大家 然后也希望大家 更多人看到这个电影 并且把这个电影 这份爱能够传达出去 让我们再看到 比我们弱势的人 除了上对下的关怀之外 能够还有一个平视的 同理心的对待 我相信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会变得更美好 祝福大家 好 让我们恭喜两位电影人 第十三届青年电影手册 年度华语盛典重启 为华语电影加油 我们继续来揭晓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华语 十佳影片的第五部 有请颁奖嘉宾 著名演员马林 河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总监张斌 很荣幸再一次 再一次登上台 我是演员马林 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 你跟我非常尊敬的 艺术家马林老师 来颁这个奖 谢谢 谢谢张总 然后您是 河南电视艺术中心的 总编 对 我是这个 都市频道是做电视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视和电影呢 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讲故事 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好的故事 然后用好的这种方式给它表现出来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青年电影手册这个平台上 能跟这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为这个影视文化的繁荣做一点事情 是 那我记得呢我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开始从事电影行业的 那当我们到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 因为大部分的经济浪潮涌到了我们的国家 我们忙着打工 忙着做这个 忙着做那个 然后资本市场进入了我们的中国的电影这个世界以后 那么那个阶段的时候呢 很少有人再步入电影院了 所以应该说我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就是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那个时候的电影院还是蜂拥了很多很多人 每一部电影有上万个拷贝 大家是用拷贝 胶片来去看电影 来熟悉电影 知道电影的 在这之后呢 因为我们的电视剧的发展 包括《渴望啊》啊 还有我演的《爱你没商量我爱我家》之类的 那么我们的电视剧走进了千家万户 然后所有人呢去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时候呢 就通过了我们的电视剧 所以实际上电视剧和电影同样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责任 就是给我们这个社会一种能量 一种生活上面的情感上面的暗示 所以不管是做电影还是做电视 我们都具备着对这个社会和这些人的一种责任感 您这个主编的位置比我这个演员的位置重要多了 没有没有 我相信在大家的这个努力下 我们影视的这种文化繁荣一定是知之可待的 谢谢 谢谢 我们废话不多了 现在说华语电影 尤其是现在进电影院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希望我们的华语电影加油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年度华语十家电影的影片是 《柳浪文音》 《柳浪文音》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华语十家电影《柳浪文音》 《柳浪文音》 好彼的生活 好彼的生活 你为什么不四二边啊 你还想不想和我畅量住 这十佳影片《流浪文荫》 别具一格的女性主义佳作 让人深切感受到爱情的温婉流动 以及江南水乡独有的灵性 双女主垂条和迎新 跟画家公寓山之间的命运羁绊 与情感兜甩 伴随乐剧由盛转摔的历史沉浮 在一批一笑间 跌宕出动人的火花 本来知道获奖的才来的嘛 本来还是知道要获十佳的 但是仍然站在这儿还是很激动 尤其刚才坎欣和汪洋能拿到主演新人奖 我在底下都快流泪了 因为确实是做一部电影真的不容易 然后经过了这几年的疫情 把大家的那种热情劲可能都消磨了很多 然后刚才下雨了 我还在跟汪洋说 我说我们在两年前在杭中拍《流浪文荫》的时候 就一直犹豫 今天又是犹豫 可能会有好事 没想到汪洋获奖了真的 然后两年前的七月份 我们在杭州拍《流浪文荫》的时候 高温四十度 有一场戏 汪洋基本上要中暑了 因为她穿着细装嘛 很厚的那个细装 然后有一场戏 它是情感戏 我不让她流泪 她自己说导演我忍不住要流泪 我说你不能流泪 一定要坚持住 你要流泪了 我说这不是你了 其实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我们的电影人 真的 一定要坚持 就是再苦再累还要坚持 因为有这么一刻 有这么荣耀的一刻 让你很自豪 因为中国电影 华语电影 特别特别的爱中国电影 所以电影非常伟大 刚才刘薇薇说的就是 无论是演员还是导演 都应该坚持 首先我要感谢郑大胜导演 他是我们的监制 他把《流浪文荫》这个小说 送给我 让我来拍 他说这个适合一个女导演来拍 然后我也感谢陈青松 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剧本的时候 在他的那个工作室 我们俩是邻居嘛 给我出了很多的好主意 然后还帮我推荐演员 感谢的人太多了 我感谢我的投资方 因为一部文艺篇 能拿到投资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大概找了四五年的钱 终于找到了 在杭州 感谢盛喜华氏的周总 感谢宁波再干一杯 投资公司 对 感谢这两个公司为我的投资 我也感谢我的弟弟 制片任戴军 他就刚才走了 因为他也是我的投资方 他也给我投钱了 对 感谢的人很多很多 然后我也特别感谢两位女演员 还有演龚于善的郑于龙 因为这三位演员都是 其实是非常难的 因为画一个乐剧歌曲 乐剧戏曲这样的一个电影 一个电影是有门槛的 汪洋两个月就到剧组去学乐剧 那个苦吃了很多 所以今天站在这 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 谢谢大家 谢谢导演 再次恭喜流浪文英 请导演台下观礼 我们继续揭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 华语十佳影片 第六部获奖影片 有请班长嘉宾导演 杨丽娜 梁明 我们刚刚都上过一次台了 我是杨丽娜 大家好 我是梁明 我非常喜欢丽娜导演的《春潮》 也很期待她的新电影 即将上映的叫《妈妈》 谢谢梁道 谢谢 那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华语十佳影片的是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华语十佳影片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在那么多年会发现视频 但是未经文拌时间 他们TINGknow an 这些人非常容易顺行 恭喜李东梅导演 请上台领奖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华语十佳影片》 《妈妈和欺骗的时间》 有人说这是一部难能可贵的 中国乡村编年史 它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电影艺术 所能抵达的远方 在这喧哗的时代 终究很少有人能真正地静下心来 进入到导演用最朴术 最独定的镜头语言 所创造的美学空间 这恰恰是这部半自传电影的珍贵之处 影片以日常而隐蔽的女性视角 不动声色地呈现了七天里的三次死亡 和两次出生 那盏摇曳不灭的油灯 如同黑夜中的一丝微光 让人难以忘买 今天是我很久一两个 就是特别开心的时候 不只是说因为这个奖 是我在这个里面 我看到了 烧红导演 林玉导演 伊拉导演 大胜导演 然后我的同辈 梁明导演 就是 像大胜导演 刚刚的过敏 梁明导演 就我觉得 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心里就比较有底 就我就觉得 可能 很难的事情也会慢慢地过去 我现在坐在下面 有想说 到底该怎么样去 去跟大家讲这个话 因为 你们都已经做了这么久了 2018年的时候 开始写剧本嘛 然后 2019年开拍 当时就 就是没有钱 我就拿我四妹的保单 15万 5000块钱 然后剧组40个人在那等着 所以也拍了 就是2019年拍完到20年 到211 今年都是22年了 其实是蛮 蛮漫长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也很少在颁奖 就是领奖的时候去感谢 那些真正的帮助过我的人 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 感谢他们 首先是我老家的那个 一个农民企业家 其实他自己欠了很多钱 但是他当听说我 没有办法可能要解散剧组的时候 他就说 没有关系你的剧组的40个人的吃和住 我来帮你承担 后来才知道他真的欠了特别多的贷款 到现在还欠着贷款 我也没有办法帮他到现在 然后是 我电影拍完了之后 有一位就是重庆大学的 就是一对教授夫妇 他们对电影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感情或者是 诉求吧 但是他们听说我拍片比较难 所以拿出来很多钱 让我做了后期 然后 后来就是 我的监制王洪威老师 就是也一直 给我打气加油 然后是马克穆勒先生 把我的片子 就是 带到欧洲去 让更多的欧洲的观众看到了 后面就是我一定要感谢的是 陈青松老师 还有今天的这个青年电影手册的颁奖礼 再次感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这些导演们 然后也有 我特别感谢你们 因为看到你们我很安心 然后谢谢 谢谢李宗梅导演 接下来我们继续揭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华语十佳影片 第七部获奖影片 有请颁奖嘉宾 导演 编剧董润年 演员 依春德 非常高兴啊 今天又能 刚才颁了一个编剧奖 现在又能颁一个十佳影片奖 是啊 我每次来 就是 参加过很多这种颁奖礼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次到这个 青年电影手册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就像刚才李东梅导演说的 就有一种特别安心的感觉 好像是一个回到了家的这种状态 很温暖 对 董导好 易老师好 董编剧好 今天见到的你真的是新花路放 谢谢 您是电影界的老炮了 就刚才我说的这两部电影 《新花路放》还有《老炮》 其实都是董老师的作品 谢谢 请多关照 我也非常喜欢您的作品 非常喜欢您在《国歌》里塑造的这个角色 谢谢 然后我感觉 伯格很挑剔 他能够多次跟你合作 我没他那么挑剔 我相信我跟你合作的机会 应该比他还多吧 谢谢 那一定的 我们下次争取要合作 我期待着 那开奖吧 好 这个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华语十佳影片的是 深空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华语十佳影片 深空 唐bula UUGH 2 1 5 5 2 恭喜升空 有请升空的制片人和弦 李天玉上台领奖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华语实家影片 升空 介于兴奋 不安全感和狂喜之间 这是一部关于疫情时代 和当下年轻人的人生 态度的电影 是一部有着终极时代精神的电影 对非凡历史时刻 几乎进一路偏视地呈现 令人兴奋的浪漫主义 让人回到了法国新浪潮时期的爱情 首先升空是我们在疫情期间 拍摄了一部片子 然后当时其实 能拍这个片子 是因为所有的剧组的同人们 然后演员们 然后我们的主创的朋友们 他们其实都有空 然后都想一起来玩一个片子 所有的主创其实都是挺 无私的付出的 包括我们在后期能够走到 平遥的WIP 然后获得包括董老师在内的 三位评审的喜欢 得到了WIP最后最佳影片的输容 然后拿到了补拍和后期的资金 以及在后期能够受到强哥 旺沙还有Justin等投资人的帮助 能够让我们把片子做出来 最后能够受到 马克木勒先生的帮助 然后能够让我们走到欧洲 能够进入威尼斯 然后能够走到更多世界的其他角落 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看到这个片子 是我们的幸运 然后也是所有主创的努力 然后特别感谢我们 一路走来帮助我们的老师们 还有朋友们 希望下一个片子也能这么开心 我想补充一下 非常感谢青年电影手册 手册对于深空的鼓励吧 其实疫情改变了世界很多形态 我觉得还是很庆幸 我们还在拍电影 谢谢 恭喜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发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 华语十佳影片的第八部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著名制片人方丽 导演郑大胜 每一年 青年电影手册 都以他自己独特的眼光和立场 为华语世界的人间故事 和电影潮汐 留下自己的霉批和注脚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华语十佳影片之一的是 爱情神话 爱情神话 有请爱情神话 有请爱情神话之片人叶廷女士上台领奖 在世锦烟火中透露出幽默而锐智的锋芒 两男三女构成的爱情群细 恰如火花似箭的摩登龙舞 多种爱情观的交织碰撞 如同现代与传统 现实与理想的交锋 激起迷人的生活连遇 特别的荣幸 谢谢今年电影手册给我们这个奖 这也是爱情神话 在上映以来得到了第一个最佳影片的奖项 我想我在这儿要代表 我们全剧组164位工作人员 向所有的观众和喜欢这个电影的人 致以很高的敬意 我想一部电影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它能够被创造拍摄完成 直到最终的放映 有非常多的人在背后给予支持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团队的工作 爱情神话也特别的幸运 因为有了大少很好的剧本 作为这个基础 我们也拥有业内最好的 监制老师徐章老师 有很好的出品人和总制片人 陈立志陈总 有非常好的出品公司 麦特文化 真正道文化 还有非常多的好的演员老师 和主创老师的加持 这部电影才能最终完成 然后被大家所看到 对于我和大少来说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 爱情神话都只是我们职业生涯的其中一站 我想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地做好电影 也非常感谢电影 让我们梦想成功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发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华语时加的第九部影片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著名演员陶红 著名导演夏刚 夏刚导演好 很荣幸跟您在一起颁这个奖 我也很荣幸 大家下午好 夏导之前拍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影片 现在又在培养一些新的年轻的导演 刚才您说还有您的学生 这个有入围的片子 对 我们 我现在除了自己 有时候还在拍片之外 主要在北京电影学院 培养新的电影人 为他们做一些二传手的工作 对 特别棒 那我们看这第九部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年度十佳影片的是 永安镇故事集 青年过一首次 2021年度华语十佳影片 永安镇故事集 八月 听来 这么 did 你呢 听来 就说 去 一个月 说唱不唱说短不唱 拍电影这事能差不多吗 恭喜永安镇故事集 有请出品人制片人黄旭峰 导演魏淑军上台领奖 青年电影手册 2021年度 华语十家影片 永安镇故事集 看似什么都没有发生 却已然发生了太多 导演以戏谑 自嘲的方式 结构了筹布一部电影过程中的幕后种种 看似如此漫不经心 却又处处暗藏玄机 在现实与虚构的夹缝中 悄然生长出智信的光芒 影片中三个篇章的命名 既是对华语电影前辈们的致敬 更是对电影创作本身的自省式反思 恭喜 谢谢青年电影手册 然后谢谢 所有的 也许可现在一直在打电影 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电影 因为我们 之前筹备了四个多天 是另外一部电影 但是这部电影 我们花了七天时间 导演跟编剧写的剧本 然后我们顺利的把它拍摄完成了 然后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上映吧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喜欢它 然后感谢我们所有的出品方 感谢我们每一个主创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恭喜 恭喜永安镇故事集 请您台下观礼 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揭晓今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华语时加的最后一部影片 有请颁奖嘉宾 著名导演李玉 郑克宏 有请二位 大家好 又来了确实 我是李玉 我是这不用介绍了 不用介绍了 刚才来过了 就是我其实刚才坐在下面 我觉得有一个感慨 今天其实蛮让我感动的是李东梅导演 他有一句话说即便这么难这么难的情况下 看到还有这么多人在热情的有激情的做电影 他觉得其实心里还是有底的 但我想说就是贾长科之前呼吁的那样说 其实希望我们的电影人能够在一个更加宽松 更加自由的状态下踏踏实实的去创作 然后不忘记自己的初心 非常感动 也非常敬仰他们 就这些默默不闻的勤恳的导演 华语电影才有希望 感谢他们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华语实家影片的是 宇宙探索编辑部 有请导演孔大山 再次上台领奖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华语实家影片 宇宙探索编辑部 伪记录和科幻喜剧彼此混搭 呈现了观感极具新鲜感和趣味性 对于看惯技术流科幻片的国内观众而言 难得能有一次如此土生土长 衍生于民间乡野的荒诞派科幻体验 非常生猛 非常有劲 影片结尾处透过诗歌的不确定性落脚于 对宇宙和人生意义的探寻 又莫名有一种恒久而旷远的感动 今天只准备了一个话语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次 对 就是 非常的感谢我们导演 他今天特别的把我给推了出来 让我说他找了一个很好的搭档 但我还是得强调一点 就即使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 他也是我们整个剧本的剁手 所以这个办法我没有办法代替他来发言 所以还是请我们的孔大山导演 发言一下 是的 孔导你还是要发表一下 因为今天你可是我们全场的最大赢家了 对 确实特别诚惶诚恐能拿到这么多的鼓励和肯定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青年电影手册 感谢陈宁松老师 然后因为这是最佳影片奖嘛 然后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为这个电影付出了很多 努力的朋友们 对 感谢我的两位监制 郭文导演和王洪卫老师 制片人龚格尔先生 以及我的那个经纪人李晶女士 对 他上至为这个电影的内容制作 这个尽心尽力 下至为我办奖典礼穿什么衣服操碎了心 对 所以感谢他 然后还有我的剧组的所有的伙伴们 他们我觉得跟我完成了一次特别伟大的冒险 谢谢 再次恭喜 青年热爱电影 电影人永远是年轻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华语时加全部揭晓 让我们记住这十部影片的名字 宇宙探索编辑部 永安镇故事集 爱情神话 深空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柳浪文英 美国女孩 瀑布 煮水漂流 手卷音 获得了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华语时加影片 恭喜 可喜的是其中一半的影片都是导演的处女作 那华语电影的新鲜血液在不断的汇集 那今年呢我们依然设立了特别表彰环节 首先要揭晓的是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突破表演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最佳表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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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想说的是 这不是一部电影啊 是一部电视剧 而且得奖的这个 这位演员呢 其实她是我的老乡 然后是我的大师姐 我特别为她感到骄傲 祝贺她 祝贺祝贺 获得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突破表演的是 刘丹开端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突破表演 刘丹开端 你说你没有钱 你本来可以救她 你本来可以救你自己的女儿 可是你没有钱 你没有钱 我们都是 那有请刘丹老师经纪人刘成上台代为领奖 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突破最佳表演奖 刘丹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表演生涯中 刘丹为我们塑造了不同时代 来自中国各个阶层的女性形象 2021年的开端 刘丹的郭怡 讨映红 再次将她三十年如一日 画主台上的沉淀 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每个镜头前 在她沉浸于角色和剧情的无数次挣扎 情绪爆发中 我们看到了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的绝望 无助与麻木 在她空洞的眼神和阴郁的笑容中 也让我们不得不执念 残酷深刻的冷落 年龄对她来说从来不是敌人 而是积奠岁月与经验的朋友 大家好 下午好 刘丹老师因为拍戏原因不能来到现场 领这个奖非常的遗憾 在这里我代表她感谢 今年电影手册给予的这个肯定 然后感谢开单剧组全体的工作人员 感谢广大观众的厚爱 谢谢 好 那刘丹老师也是发来了一段获奖VCR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丹 很开心因为出演网剧开端里的 失去母亲的角色头颖红 而荣获了2021年度 青年电影手册的突破表演奖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也希望将来自己 真的因为有了这个奖知道 对 突破是挺重要的 也是虽然很难啊 感谢剧组 感谢导演 感谢我的所有的小伙伴们 然后也要感谢青年电影手册 感谢青松 谢谢 好的 我们接下来继续搬进 我们要颁发的是青年电影手册 杰出的电影成就奖 那这个奖项呢 不是以年度为表彰范围的 而是以对华语电影所做出的贡献为标准 设立以来呢 先后颁发给过 朱旭 刘晓庆 谢飞 田壮壮 张艺谋 共六位 那今年将揭晓第七位 会颁发给谁呢 那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著名导演夏刚 制片人方丽老师 又一次上台来问大家好 大家下午好 大家下午好 特别有幸 刚才碰到夏光导演 我们俩居然同龄 我太不相信了 这么年轻的一个场合 两个老帮在同龄 真不容易 能在这种场合 遇到一个同龄人 是不容易的 而且呢 还一起上台 还能在台上 砍上几句 我觉得呢 是一个非常奇特的 一个经历 所以呢 非常有感 这是我多少次参加 青松的青年电影手册的盛典 它的第一次 我记得在天阶 金少主奖 我就在场 十几年过去 我们人生活得太短 但我们在座 这么多年轻的电影人 我是为你们高兴的 每一次这样的盛典 我们都会感受到 大家的青春活力 所以我经常 刚才我跟少红百远 坐在海聊天 我说我们做电影的 尤其是青年电影手册 一直关注文艺片 我一直说文艺片是我们电影的主流 商业片是我们赚钱的手段 所以做商业片你玩的是局 然后你做文艺片你玩的是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刚才看到台上的这些优秀导演 优秀影片的时候 我想的都是五十年后 一百年后 你们的重孙 你们的真孙 怎么样能通过这些电影 看到我们的当年 所以呢 我们下面要颁的这个奖 就是一直伴随电影 永保青春 永远充满活力 用电影延伸自己的生命的 青年电影手册 杰出电影成就奖 李少鸿 恭喜李少鸿 欢迎来 四十年前 我和少鸿 一起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戏 到现在整整四十年 在这四十年里 少鸿做出了非常多的成绩 恭喜少鸿导演 我们也为少鸿导演 特别准备了一个 我们的颁奖短片 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青年电影手册 杰出电影成就奖 李少鸿 作为中国电影 第五代中的女性导演 她一直用自己感性的声音 在艺术 在艺术与商业之间 吟唱出独特的韵味和格调 李少鸿导演 李少鸿1978年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1988年 他首次独立指导电影 银蛇谋杀案 大胆尝试商业电影的创作 处女作 一鸣惊人 1992年 第二部作品 血色清晨 反身作者电影 借助一件中国乡村的凶案 探究文明与野蛮的经典命题 荣获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 金热气球奖 之后 她导演的红粉 获第45届柏林电影节英雄奖 四十不惑 入围洛加诺电影节 生死节 获翠贝卡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大奖 她在电视剧领域亦有出色表现 她指导的大名公词 橘子红了 研习电影化的创作方式 获得极佳的市场反响 作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 她不仅欣喜中国电影发展 更对青年电影人的成长尤为关心 她多次以兼制身份 持续为华语电影输送新鲜血液 秉持着对电影的爱和执着 她的作品始终在时代所需的商业性中 兼顾女性视角与个性表达 也正是这份初心和深情 让她在华语影坛里演绎出曲曲悠扬动人的和声 让我们一起为少红导演鼓掌 恭喜少红导演 刚才又发现一个巧合 夏导演 少红导演 包括我本人 我们都是1978年 第一次全国同考的考生 缘分啊 这个挺意外的啊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还在不断在拍戏 然后还怎么就能得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奖项 也让我感觉到 我确实是突然回首啊 觉得已经干了有三十多年了 快四十年 从学电影开始到四十年了 跟电影在一块儿 真的是很感慨啊 非常感慨 然后呢 逐渐的呢 就是也从做了很多的 就是帮助中国电影的一些工作吧 其实这些工作呢 也是自己创作的这么多年来 特别希望能够去做一些奉献的一些事情 包括就是 不光是导演协会了 也还有就是我们就是一直扶持青年导演的青松计划 虽然占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尤其是像就是青松办的这个青年导演手册 其实也坚持了很多年 其实都说明大家都在坚持 都想希望中国电影能够越来越好 我们确实三十年呢 就是跟着伴随了整个的就是电影改革的这三十年 一直是在就是 见证呢 也清理了这个整个的过程 所以呢就是今天站在这个台上 能够得到这份荣誉 我也觉得挺欣慰的吧 另外呢就是说 青年电影手册 电影是属于年轻人的 也希望自己还能够继续保持 一颗年轻的心吧 谢谢 恭喜上红导演 感谢您为中国电影所做出的贡献 那雪刚啊 接下来是不是就要颁发 令我们心惊肉跳的金骚出奖了 按照常规流程似的 因为刚才我们十家的所有的奖项 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但是接下来我们在颁发金骚出奖之前 有一个喜讯要公布 我们有请河南广电环美董事长 陈孝傲先生 青年电影手册主编 陈清松老师 来上台宣布好消息 大家好 我们的颁奖华语时间已经结束了 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来参加青年电影手册 也谢谢青松 邀请我们河南广播电台 河南广电环美 一起参与到这个盛大的盛典礼 谢谢 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 青年电影手册和河南电视台 河南广电环美会在今年的十月份 在河南打造一个属于影迷的节日 不仅仅是电影 不仅仅是电影是属于影迷的节日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叫它叫影迷青年电影嘉年华 这个想法怎么来的呢 是有一天我跟青松一块在聊天的时候说到 现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没有真正的属于一个影迷的嘉年华 我们希望呢就是电影 他有很多热爱他的人 然后呢可以把我们好的华语电影也好 或者世界电影也好 全部推广出去 在郑州 十月份郑州的这个嘉年华呢 我们设定了几个环节 一个呢是影迷嘉年华 然后影迷见面会 还有主题影展 还有大师影展 电影音乐展 差不多就这些 对我补充一下 就是其实这个节日是 以观众为主体 是以影迷为主体 因为我们做过很多电影颁奖典礼 我也出席过很多 都是电影人接受荣誉的地方 但这个电影节 这个嘉年华不是颁奖典礼 它就是影迷去深度参与的一个party 就是这样是 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构想 那今年十月份就会在河南的郑州 我们在长假期间的三天 会让全国的影迷 像参加音乐节一样 能有一个电影节去 到那去玩去开心 然后我们主题影展里面的 有一个小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有一个爱情主题影展 我们又有一个小短片 请大家看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那位激励 鞭策 中国电影人 金扫子奖已经走过了十二年 今年是第十三届了 只要观众的期待不变 我们一年一度的使命就不会更改 今年我们的影片评选范围是 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 首先青年电影手册 联合23家新媒体平台公众号 在网络上举行了第一轮观众投票 在观众投票产生的提名名单基础上 27位专业评委进行了第二轮投票 产生了最终的获奖结果 评委投票会全部实名在青年电影手册公众号上公布 所以我们的金扫子奖一定是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 这么一个投票的环节 首先我们要来揭晓的是 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子奖 最令人失望编剧 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河南广电环媒集团总经理宋阳 演员编剧刘磊为我们宣布结果 大家好 我是刘磊 大家好 我宋阳 很高兴能够参与到咱们这个盛典的宴会 整个的开始的一个阶段 非常感谢 宋总好 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金扫子奖的这个奖杯 你猜有没有人来领奖 我认为他们应该还是比较谨慎 其实我觉得最令人失望 失望的背后就是希望嘛 因为这两年一起 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很多很多 让我们失望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 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 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加油 好 那我们就颁这个奖项 最令人失望的编剧奖 高渴 杨晓明 礼貌扮太子 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子奖 最令人失望编剧 高渴 杨晓明 礼貌扮太子 该片可以说是喜剧综艺节目烂梗大合集 人物和剧情全都为段子服务 傅佳女与小捕快的俗套爱情故事 充满了各种难以自洽的逻辑漏洞 人物形象浮衍潦草 最后还要强行升华制造点人物湖光 无厘头风格加上无厘头剧作 典型的开心麻花套路 不仅癫狂而过火 还十分拙劣与浅足 无厘头喜剧并不意味着故事可以信马油江 建议该片的编剧多锤炼剧本写作技能 同时影片也再一次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片名用谐音梗的电影 往往都不是好电影 好吧 所有的颁奖典礼我们都可以说恭喜获奖人 但是很遗憾在金扫的这里 我们只能说非常的遗憾 不幸被我们的扫帚扫中了 那我们还是要例行公实地问一下 我们不知道李茂幻太子的编剧 有没有这个勇气直面这份特别的荣誉 有来到今天现场领奖吗 看样子似乎是没有很可惜 但是我们的组委会一定是提前有过沟通和联系 但是他们并没有能来到我们的现场 很遗憾 但是依然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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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两位台下观礼 接下来我们继续揭晓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书奖 最令人失望导演 有请颁奖嘉宾 本届金扫书奖评委马荣荣 曾念群 好 谢谢非常绅士的念群 再次站到金扫书颁奖典礼的舞台上 我是非常的激动的 因为我觉得在当下的中国的电影的环境里 甚至是在整个的这个文化环境里 有态度的人和事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非常希望金扫书能够把他的这个态度坚持到底 那刚才呢就是主持人也讲了 说获得金扫书奖的这个导演啊 还有这个电影人啊 不能用恭喜 只能说遗憾 但是我恰恰想说呢 还是要恭喜他们 因为他们终于获得了一次正面自己的错误 正面自己的过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支持而后勇 犯错误不可怕 犯了错误而不自知更可怕 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呢 今天我和念群将搬出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书奖的 最令人失望导演奖 我手里的这份名单呢是 该怎么说呢 这个人其实是我们金扫书奖的老朋友了 这次呢 这次呢 他这次他能够就是非常的 荣幸地获得这个奖项的影片是 阳光姐妹桃 是一个老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包贝尔 我手里也是一份最佳 哎呀说错了 应该说最令人失望导演 但是其实我内心是希望他是最佳导演的 获得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书奖 最令人失望导演 影片 图兰朵 魔咒演起 这位导演 叫郑小龙 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导演 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书奖 最令人失望导演 包贝尔 阳光姐妹桃 有韩国原作 日本改编版 诸语在前 包贝尔指导的阳光姐妹桃 可谓抄作业也抄不好的典型案例 影片几乎照搬了原作的故事框架 但却忽略了本土社会现实的呈现 也缺乏对女性情感世界的深入发掘 堪称一次拙劣的模仿秀 老套的怀旧滤镜 过时的喜剧老梗 堆砌的煽情配乐 让人感觉浮躁而空洞 刻意而失真 真不知翻拍的意义何在 只能说导演有门槛 入行需谨慎 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书奖 最令人失望导演 郑小龙 图兰朵 魔咒缘起 难以置信 一位顶级的电视剧导演 一群优秀的演员 合力炮制了一部灾难级的 充满魔幻色彩的烂片 在这部所谓的国产东方奇幻剧制里 看不到合理缜密的行为夺迹 感受不到真实可信的人物情感 只有老套弱智的剧情 满不经心的演技和早已过时的事效 影片的东方故事充满了浓郁的西方视角 中西文化的碰撞没有火花 只有不伦不类的割裂感 试图模仿欧美奇幻片 却最终话虎不成反胃圈 好吧 刚刚的两段评语 可能也是让很多的我们的观众会心一笑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想问一下 我不知道鲍贝尔和郑小龙两位导演 有没有直面的勇气 是否来到了我们颁奖典礼的现场 似乎又很遗憾两位没有到来 但所谓爱之深则之切 我觉得尽管这个评语非常的狠 但是其实包含了观众对两位导演 深深的期许与祝福 也谢谢我们两位颁奖嘉宾 有请来下官吏 谢谢两位 是的 其实拿到了金扫帚 不一定就说你永远都不优秀 就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像郑小龙导演 他在上个世纪的一些电视剧 北京人在纽约 再到现在 各个年龄段百刷不厌的《甄嬛传》 以及最近热播的《幸福导演家》 其实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文化享受的 然而在那一部电影翻了车 所以在那时那刻的那一部影片 让我们失望了 而且我觉得在过去 所有面对金扫帚的导演也好演员也好 有人就个有这份勇气 我记得宝强就曾经亲临现场 直面大家的批评 当时也是被传承了一段佳话 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电影人 能够勇敢地面对金扫帚 接下来继续颁奖 接下来揭晓的是第十三届中国电影 金扫的奖 最令人失望 男女演员 我相信作为演员 真的没有谁是愿意去获得 这样的影帝和影后的 是的 那我们来有请到我们的颁奖嘉宾 夏志远 新奇 哈喽 大家好 我又来了 我来了这个奖 我真的不敢颁奖 没事 志远可以多说两句 我不敢说 我不想说话 直接颁吧 幸好你是来颁奖 你不是来领奖 说得对 如果要真有一天 你敢面对吗 我记得之前王宝强老师来领奖 我觉得要学习他这种 就是不断前进的这种精神 好 那我们揭晓吧 好的好的 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帚奖 最令人失望男演员 长远礼貌换太子 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帚奖 最令人失望男演员 长远 礼貌 扮太子 剧情上的空洞悬浮 只是这部电影的深层问题 而演员在完成这样一部过度通俗的喜剧电影的时候 也没有用尽全力的偷袭角色 更没有努力的争取表演空间 特别是作为电影的核心冲突 一人分饰两角的演员长远 没有突破以往作品的直接甚至单调的喜剧表演风格 他只是一个老套的故事里 在全员失智的角色设定中 一回又一回的强行无脑反转 一次又一次的抛出陈旧包袱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在这部麻花脸众多的劣质喜剧里 他成为了所有表演如坐针毡 如耿在喉 如芒在背的核心人物 因为他是为二的男主角 再念一遍 最令人失望男演员长远 请问长远老师来了吗 有没有回应 好吧 那我们接着继续 继续 那接下来颁发的是 第十三届中国金扫帐奖奖 最令人失望女演员 玛丽 李茂扮太子 测谎人 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帐奖奖 最令人失望女演员 玛丽 测谎人 李茂扮太子 演员玛丽在2021年勤奋上岗 凭借测谎人和李茂扮太子两部低分喜剧的电影表现 让每个喜爱她的影迷醉到上头 测谎人里她和所有演员合力完成了一个恶烂细碎的故事 角色设定的巨大漏洞加上浮夸的模块化的符号感极强的表演 更让这个故事在表演层面就无法令人信服 作为李茂扮太子里绝对的女主核心 玛丽非但没有把已经垮掉的剧情 简陋的浮化道 粗烈的包袱 批判 并丢弃掉 而是以此为基础 生硬尬眼 演出了破罐子破摔的镜头 演出了闹着玩的气势 多想奉劝一句 作为大家喜爱的喜剧演员 作为开心麻花当家花旦 玛丽请爱惜羽毛 好吧 我们还是发出了诚恳的建议 要爱惜羽毛 那我也不知道玛丽有没有来到现场做出回应 应该是没有 没有 依然是没有 有点遗憾 但是我看刚才揭晓这个结果的时候 台下有些观众表示出很惊讶甚至错愕 说玛丽 我们毫不否认玛丽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但是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 她的文产和高产 并没有给喜爱她的粉丝 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反而是失望 是 但是当然这个男女演员讲 虽然是最令人失望而已啊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编册就是鼓励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男女演员 我们的导演编剧都能够主动地能够承认这个 来我们的现场观礼 谢谢两位评议老师 其实我们的编辑部工作人员 在评选出结果之后 也都连续过我们的获奖者 但是很遗憾目前来看 是没有人做出正面的回应来到现场的 很可惜 对 那最后我们还要揭晓 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嫂子奖 最令人失望影片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本届金校处奖评委丁建国 制片人郭美清 王晓波上台 大家好 我是郭美清 周围 我是丁建国 我是王晓波 我们呢 很荣幸地上来颁发 最令人失望影片 这样一个大奖 我觉得呢 首先 我们非常感动于清松 一直坚持这么一份鞭策影人的奖 我们觉得非常不容易 我觉得应该非常感谢清松老师 虽然我们拿的是一个 最令人失望的影片这样一个奖项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清松老师非常有苦心的 而且是非常热爱这个行业 来做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它是对我们影视从业人员的一个 鼓励和鞭策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一起做 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好的影视作品 谢谢 谢谢三位 一切为电影 因为爱电影 鼓励是因为爱 鞭策也是因为爱 那么我们现在来宣布 最令人失望的影片 李猫扮太子 第二部是图兰朵 魔咒原起 第三部是日不落酒店 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着奖 最令人失望影片 李猫扮太子 笑脸喽 剧情呆 内涵浅 人设蠢 为搞笑 强行降制 人物塑造 敷衍潦草 主题炒冷饭 输出 全靠台词 在豆瓣网友眼中 李猫扮太子 已经集齐了低俗喜剧的七宗罪 李猫扮太子有着网大的质感 小品式的喜感 影片试图以一个平民和王子身份互换的故事 来向观众灌输鸡汤 但剧情处处漏洞 逻辑混乱 笑点尴尬 如果说有的电影像一条编织技术不太好的围巾 那这一部则像鱼网或者筛子 这碗走味鸡汤里有多少是风波历练之后真正的通透 多少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只有主创自己最为清楚 让观众笑出眼泪是喜剧的成功 但把观众隔着出眼泪不是 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帐家最令人失望影片 图兰朵之魔咒缘起 同是雷片 有的雷片让人看着心碎 有的雷片让人看着心疼 图兰朵之魔咒缘起属于后者 按理说一部汇集了江文 胡军 苏菲马索 文森特佩里斯 关小彤的电影 怎么可能不好看 但一看还有导演 女主和编剧释然了 世界级IP混搭小市民的鸡嘴算计 影片就像用全世界最好的食材做了一锅黑暗料理 还是把蟹黄汤包理解成将小笼包放在蟹黄汤里煮那种 逻辑混乱 特效低劣 节奏破碎 图兰朵的泡汤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唯一遗憾的是一群大腕们的晚节 第十三句中国电影金扫帐奖 最令人失望影片 日不落酒店 故事根本就不成立 一个偏执狂酒店分店经理 调任总店 还念念不忘分店的业务 媳妇凭空抽奖 中了去老公公职酒店度假一天的大奖 经历了异想天开的探险之旅 编剧在胡编乱造方面 保持住了中国烂片的平均水准 分镜头就像一个小学生在学写生字 生硬干涩 完全不懂人物动作的节拍韵律 表演在拙劣的模仿晚会小品 尴尬挂在每个演员的脸上 丝毛钱的特效 使得动作强度和场景气氛 甚至不如一百年前好莱坞末片的冲击力 三个人联合编剧导演 体现了丢脸大家一起丢的决心 叙事逻辑 人物的情感动机和视听想象力 酷戏导演们都觉得是多余 所幸一仍了之 印象深刻的是 不知名的一众演员 都各自带着标准的经济团队 空整地出现在片尾字幕上 三部影片的片方 有没有勇气来到我们的现场 领走这把扫帚 那就祝这些影片再接再厉 明年再拿 好 谢谢 谢谢三位评委 好 至此我们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扫子奖的结果就全部揭晓了 大家从整个这个名单上可以看得出来 礼貌扮太子 图兰朵之 魔咒缘起 成了大赢家 今年呢 很遗憾 没有迎来一位到现场来领奖的电影人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如果没有满心的期待 怎么会有痛彻心扉的失落 也希望这些被金扫子扫中的电影人 能够客观地看待这把扫帚 支持厚勇 早日乘着金扫帚起飞 其实无论是金扫帚的鞭持 还是石家的鼓励 都是希望我们中国电影可以奋体扬鞭 绝处逢生 当我们回望2021年的电影作品的时候 2022年已经过去了七个月 希望所有爱电影的我们 不要放弃 加油 第十三届青年电影手册年度盛典 由青年电影手册 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广电环媒集团主办 河南都市频道 河南电视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红世纪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实验助邦文化 领先创造 印象庄园工作室协办 要感谢所有到场的嘉宾媒体朋友 感谢全媒体合作平台 微博新浪娱乐 微博电影 感谢新媒体平台 AKA陶刀刀 凹凸净DOC 捕鱼 不散电影 单身狗1024 导筒 导演帮 电影导赏 后浪电影 iPhone电影 开麦拉 看电影看到死 口袋电影 六根 每日电影头条 民间百科 抛开书本 喷小仙 热剑电影 深交易文质 首席娱乐观 特别爱健康 特别会说话 青年电影手册 等多个新媒体平台 以及各个网络 视频 媒体的报道支持 特别鸣谢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 赵子琴 女士 傅小姐在成都 班小雪 福双 盛世肯特 圆桌文化 童话造型的大力赞助支持 第十三届 青年电影手册 年度盛典 到此结束 圆满落幕 让我们期待 在今年的金秋十月 河南郑州 和各位相见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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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